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 狂追猛打 今天是8月6日的啤梨晚步 这个世界真是 今天升了很多 这个世界真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们尽量快说 为什么呢 我的眼睛有很多眼睛 全世界股市大跌 日本最厉害的反乱 我都未看得定 未看得及 未看得及 那些人出去第三次世界大跌 其实基本因素未去到 伊朗会大规模报仇 暂时不是这样 我们逐一样说 现在我们在世界上发生的事 我们要注意的事 股市有些动荡 我觉得英国疏远也是大件事 孟加拉总理穿草 这个我会说的 一会儿我会说的 其实我留意了很久 因为我本来不认识她 但是她当日被 不知道大家知道 她被列为全世界最含家产的两个女领导 其中一个 还含家产的林郑? 第二个就是林郑 我就是因为我搜索林郑的东西 我就知道这件事 其实这件事 其实这件事 就是上个月开始 但是其实她 很奇怪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跟 其实她本身 她真的做到事 她也是当年联系着反对派 即现在不托她的那些 一起叫做推翻军人统治 即叫做民主选举上台 也都将孟加拉的经济 带到她相对比较好的地方 她是她的父母 她是他国父 也都是他国父 但是这样说 这个世界上 有的时候 世界就不是你觉得 你做到事 你就可以这样 世界都不同了 现在 不知道 起码死了几百人 昨天看报道 那只是4号 那也死了九十多人 学生示威 那还有什么事在发生 在世界大事 你说伊朗会大规模报告 昨天的那些人说 本来开始 那麼以色列就要小心就是肯定的 我就不太相信 有幾百規劃 我不太相信 無人機 火箭炮 老實說 我想以色列是在等著你 我覺得 那些人一定在罵 我覺得你無人機 火箭炮 那些建築物好地地 你嘗試真是去炸 以色列 我想他真是去搞 我想天皇也沒面子給 當然 你說如果 因此以色列 譬如說到最極端 大規模 都不是炸你的軍事 就去炸你的平民 就去炸你的老母 就去伊朗 就去哈蘭 我想那些左膠又在那裡 鬼想到那麼吵 如果是因為人命 而鬼想到那麼吵 OK 不是 是因為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左膠是偏向那邊的 我覺得以色列在等著你 你來吧 英國剛才說什麼 英國很嚴重 我看到有些學者 不知道是什麼人 我覺得大家不需要作為香港人 我覺得大家 我現在沒話說 很簡單的 你說是不是要擁抱多元 在現在這個時勢 在這個世界 我覺得也是 但是擁抱多元 就不是偏向一邊 現在這個世界上很多東西 就是偏向一邊 你擁抱他那些 就叫做多元 最糟糕 我們擁抱 人家不擁抱你 人家不擁抱你 他來到也不擁抱你 我最近我少說 所以我打算找我們的老友記 就是有個金毛黑超飛 因為我見到他們越戰越勇 基本上這個金毛黑超飛 跟我想的東西是一樣的 老實說 李勇浦 喂 好話不要聽 你Donald Trump 那些人就說 我一點都不擔心 那些人說現在 賀錦麗 很多難讀 那些名字明明 賀錦麗 民謀過了 Donald Trump 而且賀錦麗也說 賀錦麗的民調 誰啊 賀錦麗 不用理了 我自己賀錦麗也不用理 為甚麼呢 賀錦麗 你不要敢輸 賀錦麗 因為老實說 5Win也有5Win好處 所以我賀錦麗 如果賀錦麗贏 對 世界一定沒人 一定含家產 我敢這麼說 絕對地 帝國崩壞 川普上去 我覺得帝國崩壞的機會 都是有七八成 但是 賀錦麗上去 世界崩壞 他們差不多 既然是人家 九六六了 無所謂的 立正》 民調一定會繼續升 好像最近 彰天 倒也是 bishop Chain 不是北韓 enfim 大家有没有看 他怎樣可以 拜祭拉錦麗 這件事情 簡單來說 你一提 plataforma 總之一講種族這件事,他就說是種族主義 其實,完全不是那件事 而那些人要購買那些,反而我覺得是怎樣呢 你過猶不及,你以為美國人真的這麼傻嗎 當然美國人是可以這麼傻的 那些吵你了,那些吵你了,我去哪裏 我當然不會去美國,這個美帝當然要反擊他 說真的,他們膠袋到這樣,瘋狂到這樣 就算特朗普經常說是反移民 反移民有什麼問題呢,是代表了一種政見 而且特朗普從來沒有反移民,是反非法移民 是否都說,你是你那些左膠,吵人,就這麼厲害 你打你,瘦子不要說什麼 打你家的門,你不要讓人在家裡吃,住,強姦去居民 行不行啊,當然不行啊 不過強姦在我國土就行 你不要說什麼呢,有些正面的東西,你都覺得很老人土 好像一段新聞會說,有個阿富汗跑酬,他跑了聯報,輸了,但其實他在澳洲,他在他的名牌上,因為人家的同胞講不到話,所以他講話,因為他們沒有書讀,沒有得上學,這是很正面的事情,但我也要吵,我吵什麼呢? 我是吵,你奧委會,或者什麼世界,什麼國際捉協那些,好想,你這樣殺有戒事,說不可以有什麼政治宣言,為什麼這個阿富汗那個,你又不罰他,我見不到他又罰他,見不到他譴責他,阿富汗這個女跑手,他講的言論是合理的,是對的,是我認為,我認為是普世價值的,但是為什麼,那把尺怎麼放呢?所以根本就不要那麼偽善,根本就不要那麼偽善, 運動裡面,很多時候都會有這件事的,你只是這樣說,你那幫左膠,有沒有去,張翠蓉,我講最近的那些,現在都收了皮,有沒有去講過,阿富汗,有沒有去講過, 夾你班進來,那些人,明明在讀大學的,明明在讀大學,或者在實驗室,在做實驗的,是學有專精的,在蒙韻回黑暴去學期,有沒有說過? 你那些人,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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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老實說,只有那些很低致的,其實,老實說,有些左,大家不要和我執著,大家明白究竟什麼叫左膠,我覺得,我們很難再解釋, 你去到極致,如果你這樣,你老實說,有,都是的,都是的,你去到極致,但是,你那些人,其實有些常識的,是常識,common sense,就是這麼簡單,這個世界真是瘋狂的, 像這家,我先講,何師培,何師培,就沒什麼好說的,其實,我覺得,但都是有一些,包括你的人不斷去吵鰲,那些人不斷去吵鵝,那個,何,什麼啊,何吻鵝,何吻鵝,不是,何吻鵝,黃吻鵝,也不是,黃吻鵝,我也覺得很奇怪,因為我懂到,黃吻鵝,我當然是吵鵝他,山蠻黃,從來也吵鵝他,但是我懂得他那個,有些有些疑慨,其實簡單來說, 有些不值得 如果友好一些就可以拿到冠軍 我覺得真的沒什麼大問題 雖然你們又是這樣搞 因為你們是爭奏他 何師培他覺得 說真的你問我 我當然是覺得你問我 我不說王敏少少 我當然想去拿冠軍 差一點 當然有些不值得 但是沒辦法 人家更強 真的沒辦法 他盡了力 很開心 他交代到 OK了 他本來說 我看報道 說他想拿兩星期假 但是他的教練就不行 為什麼呢 不是說他太長 太短 說他在過去幾年 拋得太緊 所以要他放一個月假 然後十月就會去參加比賽 下一屆奧運會不會參加呢 他都沒有想 那麼 就到時才算 因為說真的 下屆奧運 二十九 三十歲 其實有些難的 但是我們見到今屆 就是贏到澳洲選手的祖師堂 喂 三十歲受傷之後 爆炸力都還可以保持到 所以就看完到時怎樣 又或者一些後浪上到來 喂 何師傅出不了線呢 都不定 希望是這樣 問我 有沒有這樣的後浪去挑戰呢 好了 江文慧今天馬會宣佈 他就會去理身 就會做這個對外事務助理經理 8月11日 咦 下禮拜上班了 難怪他就說會去quit 根據馬會 譚志源去老祭日之前 其實當時 幾年前接受過譚志源說的 譚志源說其實他是在奧運之前來見功的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說謊 我去這樣說我就相信 有什麼所謂 好了 接著就很厲害了 我就不說那些奇怪的人的想法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那麼複雜 甚至乎有些人要寫悔過書 那些什麼文 認錯文 認錯文 當日你支持過 說要去江文慧 歡呼過 沒問題的 當然你現在發覺原來他是混蛋 你不想去懲罰他 也沒問題的 但是我真的很不喜歡那種態度 特別是桑普那些女生 就是說 屌你了 我有先見智明的那些 屌你 幹什麼事 我不跟你說那把尺 如果說那把尺 是沒有人可以的 沒有人在香港生活可以的 我先不要說你桑普那些東西 大家聽其他網台 我廢話說那些是非 老實說 昨天我一打到Facebook 站在江文慧的爸爸 幹什麼事 現在屌你文革重臨 屌你了 好不好 老爸是紅底屌你了 這個肯定是混蛋 說真的 我沒必要跟江文慧說行 不過我到現在都是很覺得一件事 他做混蛋的時候 你就屌他 絕對不用給我面子 你說他臭屌 屌你那些屌無寸鐵 什麼都行 喂 現在他做過什麼呢 因為政見不屌同 原來是這樣 因為政見不屌同 屌你了 好不好 所以屌你了 有時候 我真的要跟那些小男人說 雖然他說你們小黃人 屌你了 他說如果給你們拿拳 更糟糕 某程度也是 如果這樣說 就真的比小男人拿拳又大了 比小黃人拿拳又大了 那給什麼人拿拳啊 你知道我知道 大家知道我心中立場 我不禁大打飛機二十三下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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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拿拳就選出來 永遠都是 為什麼呢 選出來 他的心是怎樣黑暗都好 他要向公眾負責 就是這樣 為什麼以前我們 港英時代 活得這麼自在 你要搞清楚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他們都不能太過份 因為那邊都有個反對黨 因為一般來說 你不要說什麼 就算屌你了 保守黨 appoint一個港督過來 你以為作為黨不能屌的嗎 你知道常期保守黨是執政的 他一樣會去監察你的 而且那時候 英國人始終有個大國視野 說那時候 現在沒有了 好了 所以 真的不用那麼傷心的 說真的 運動員 如果你要去到這樣 尤其那些赤 真是問心我一句 其實我們有時候都真的 保留了很多東西的 自己人那些什麼都可以 是吧 現在說我沒有意思 我們那時候都不斷說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我怕這節目沒有人聽 你會不會像誰 現在說回來 你好像梁天琦 你會不會為了參選區議員 他簽過什麼書 立法會 簽過什麼錯認書 那時候我和你們都是有些 都是有些 覺得這樣也可以 兩個去算了 為什麼呢 我怕你挺跌 你把席如果要放得這麼硬 你應該立刻屌敞 屌理羅莫黑 林天琦 你會不會在這個港共的政權旗下 你會這樣 你會這樣 老實說 你現在代表得 美知其的 大家都 不要去到那麽 不要去到那麽犯政治化 OK 好了 我先講講這裏 今天 審議出來 我要愛好on time 你真的一看 打火 首先有獎牌才有資助 這個我不在這裏說 那這件事就麻煩了 真的很難的 為什麼呢 我講香港政府 對啟院 或者對精英運動員 你要有獎牌 要有成績 他才給你資助 大家可以想到 很容易是富者越富 因為我劍擊 現在這樣 我兩個這樣排 是不是資助越來越多 資助越來越多的時候 於是 他劍擊運動 就越發展得越好 於是在這個世界上 就得到越來越多 明星 他更加多點資助 說富者越富 喂 我有些運動 我有些項目 真的永遠都拿不到獎牌 譬如足球這樣 說服我們比較難拿獎牌 你又沒有資助又沒有事 我便會貧者越貧 又要用商業 這個其實是很有救病的 其實一定要利用商業 你不用說的 甚至乎是賭博 合法化 但我們不是在說這些 我們今天看 我真的想問一下 大家新聞界的朋友 還有一些新聞界的女友記 聽我們的節目 真的給我一些表情 有什麼人進去 現在真的不想同 越戰越勇 不要說越戰越勇 起碼做一些新聞的手法 那些新聞 那些全部都跟以前不同了 我發現原來政府 每年有8億多支出給體院 體院主要是依靠公帑 收入有8億多 有8億4千7百萬 那我不覺得全部都是公帑 8億4千7百萬 裡面應該有些是其他的捐獻 馬會等等 公帑就還公帑 但是總收入8億4千7百萬 但是有87%接近九成 即是7億多8億 就是來自政府的 另外13% 照計應該都是馬會 或者有些社會人士 但是那裡只是佔幾千萬一億 好了 支出方面 一年總需有8億半 有1億半 就是給1,128名運動員 直接的財政資助 人均是10萬來6千人均 即是1萬元不夠 其他開支 2億3千萬 就是給本地和海外訓練 2億8千萬就是 體院僱員的薪金和福利 加起來2億3加2億8 就是5億多 然後有1億多就是給運動員 6億多 我想還有1、2億 都是經常開支 公司、租金、車友等 都要的 好了 看看年報 2023年啟院高層 有26個人年薪超過120萬 就是月薪至少10萬 屈水啊 9個人年薪達到12至16萬 14個人年薪達到160萬 01至200萬 之間有3個人是200萬以上的 OK 好了 人均用這個計算 人均每年薪最少都151萬 OK 而這個120萬年薪至上的管理層 數目是不斷增長 2020年有20人 2021年有23人 2023年有25人 2023年有26人 2024年未出 是不斷增長 這個數目 一聽下去 你會覺得很生氣 你媽的不是運動員 你媽的平均10萬6千元 你媽的所謂高級管理人員 你媽的平均109幾萬 還要109幾人這麼多 一聽下去就要整天多 總要每年多 這些我真的很有理性 我不斷增長 我不斷增長 我希望Yahoo繼續的確 繼續手掛究竟是誰人 因為教育大學 健康和體育學系副主任 雷宏德華 看院有很多科研人員 運動醫療 專業體能教練 醫療團隊和行政管理等等 都是專業人才 他同意管理層的薪酬 可以引入類似商業機構做法 參考表現去調整 做得好嗎好獎勵 做得好嗎好減深 甚至乎要辭職 如果你說到這樣 我不認識他們 不能這樣說 運動醫療 專業體能教練 都是似乎值錢的 我希望Yahoo繼續做下去 做到這裡 我想不難做 不難做 有些什麼人 什麼職位拿多少錢 知不知MGO拿很多撥款 我最怕的是阿靖 不是 你現在不是說那些什麼 體育、果然人員、運動、醫療 是那些管理人員 我猜都是 你高層 我屌你老母 你這個教練 你不會是高層的 如果你的專業教練 你做高層就說 老實說 老實說 譬如一個專業體能教練 他有經驗的 他拿五、六萬、六、七萬 其實我覺得 原來他很有經驗 我不知道那個市價 原來是合理的 那我看一看 或者你說那些什麼 專業的體育、運動、醫療 那是醫生 或者是一些 讀過 那些什麼 那些 物理治療 就是之類的運動 原來他那些市價 都要六、七、八萬 OK啊 你不要說我話 不是九成九 因為那些 他那些就給三、五萬 你不要說我話 你猜到 十成十 你老母 那些行政 你CEO 什麼推廣主任 就拿你老母 去200萬 是不是黃韻超 陳廉池的支流 你老母 就是 喂 真的 進去 演樂運動員 喂 你老母 其實我剛才說 平均十萬多 其實有些 根據石偉雄所說 他們已經去到奧運級別的運動員 其實都拿不到一筆東西 你現在平均是十萬六千 那有些真的是升級運動員 十萬六千一年 是一年 不是一個月 是啊 一個月 那你想一下 有些 譬如誰說 張家朗 那些他開四萬多 和何思培那些 真是頂級 那他會拉高過很多 那你那些 那些十萬六千 小女媽的一年 喂 其實是七千多元 我真的看完細數 那些是七千多元 叫你老母 喂 真的要掛下去 我真的 肯定定 其實我都不肯使 不過我們都吵著 我們又不肯理政 叫你老母 又是那些 港鐵 醫管局 全部都是這樣的 叫你老母 所以為什麼你說 真的不肯 越廢就越多 錢就拿出來了 是 好像上次的江少利 你不在這裏做節目 他比較熟 他說你不要說政府 他真的錢拿出來了 你這麼多錢 幹嘛這麼做 你覺得 你告訴我總會 什麼總會 什麼總會 都是啦 錢不是沒有給出來的 政府之餘也有限 OK 好了 給了出來 你幾乎你 每個人都肥上瘦下 一定是這樣的 在這裏浪費氣 他好像四眼嬌後 他去年都說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出球不收太多錢 因為他被降入B級 他們會降入B級項目 好嗎 是吧 那一夜呢 就用四眼嬌後 說是世界冠軍來的 他呢 運動員 最多會失去八成之助 或者起碼都五六成的訓練之助 那就可能變成 由 一萬兩兩萬元 你都還可以勉強生活的 變成了幾千元 剛剛做劏房 給了租金沒有錢 你老實說 所以說 運動員 你老母 沒有錢 我看到有些 有啊 有錢人 不要說 廣民為師 就算是張家朗 都是一樣 有錢人 怎樣怎樣 老實說 他沒有加戒 真的玩不到運動 如果香港你這樣 你有沒有怎麼玩運動 休息一會